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 地区性的热点问题 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 维护民族和谐的政策主张是什么 具体实践又是怎么做的 8月26号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又生做出解答 当天上午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行信用发布会 徐又生在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各民族共同守护了疗互的疆域 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 也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工作 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的制度和政策 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徐又生指出 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加强各民族大团结 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 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 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徐又生介绍 中国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扎实推进新边复民行动 目前 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已经全部摘茂 按照打农娘 全面建设小看社会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要求 目前 我们民族地区现行标准下 321万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 民族自治地区420个贫困县已经全部摘茂 徐又生指出 中国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在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上 尊重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 中国各民族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 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 五十六个民族就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